華盛頓州立大學有一個超新的研究數字 超過42%的女性接種過疫苗之後 驚奇變得不準 甚至不穩定 但是這怎麼可能 我們的專業的專家還有教授 甚至我們政府的說客跟媒體都告訴我們 這是不可能的 CDC NIH都說了 疫苗絕對不可能對於女人的驚奇造成任何的影響 這是一年多以前在Good Morning America的節目上 專家親自出來說 拜託你們不要再自己嚇自己了好嗎 全部都是陰謀論 難道你們沒有看出來嗎 我們現在轉到我們的醫療研究章 阿希恩 她有些問題 我們先開始跟醫療研究章 醫療研究章 醫療研究章 我們確實有關聯繫的關係 我們確實有關聯繫 我們確實有關聯繫 這就是真的發生了說話 我們沒有醫療研究章 醫療研究章 我們每次我們說 我們研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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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大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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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受了 但是 我們研究章 一種疾病 大分之間 是 如果看來 看這張同性 病人的病人 有效 這根本就違反科學啊 所以就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Put that to rest 這個疫苗不但不會對於女人的驚奇造成影響 甚至是一個不可能 你在Facebook或者Twitter上面說 我的驚奇好像不穩欸 會被Fact check Po文會被刪除 甚至有可能帳號會被暫停 因為你在散播謠言 結果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有太多女人發現 她們的驚奇打完疫苗之後 變得非常不穩定 不穩定到政府還有這些健康安全組織 必須正式的來看這件事情 我是Eth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今天1月的時候NIH美國國家安全衛生局出了一個新的研究報告 上面說 Covid-19疫苗跟部分驚奇分泌周期以及長度有關係 所以這個疫苗會造成驚奇不穩 從不可能 陰謀論 起人憂天 神經病變成了 小部分有關聯 有少數人口 然後你就不要再問了 OK 打在這裡就好了 結果現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最新的研究數字證明 這個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42% 一開始的那篇文章說 打完疫苗之後 很多女人的月經會來超過一個星期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超過了當時在測試疫苗時候的觀察期 所以一個星期又幾天 我們不知道 現在NIH跟媒體又出來說了 對 疫苗的確會導致經期延長 但是不會有長久的影響 當然這些 這些公共安全人士沒有任何的證據 因為這個疫苗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年的時間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會有任何的 長久研究跟長久觀察 所以你現在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繼續相信那些天才 專家 博士 電視上的名嘴 他們說的這個疫苗非常好 非常完美 簡直就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 絕對會根治新冠肺炎 不可能再感染 不可能再傳播 也不可能改變人的生理機制 這個疫苗就跟耶穌的福音一樣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簡單的說就是這些 從來沒有對過的人 或是你可以相信一群 鐵公雞 陰謀論 一群社會的問題人士 一開始就認為說我們要小心 我們要注意 或許這些人沒有任何的醫師執照 或許沒有上主流媒體的公信力 但是目前他們講的東西都是對的 這個就是你目前的選擇 我要這邊再加強一點 我自己認為這個疫苗有問題的看法 當然現在只是個我自己的陰謀論 但是依照這個兩三年的規律看起來 現在的陰謀論大概到了七八個月之後 就全部都會變成事實 不過這是我自己 還有我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 沒有任何的數據跟研究 就是這一年我認識流產 而且是懷孕很後期 超過六個月之後 突然胎兒在肚子裡死掉 停止成長或是流產 孕期大量出血的比例 比之前高太多了 光在今年我就認識五對的夫妻 他們都流產了 而且媽媽都打了疫苗 因為他們在醫院裡工作 或是在學校裡工作 或者是看了台灣的洗腦政論節目 所以我還真不是說都是疫苗的問題 但是至少從我的角度看起來的話 還有目前左派不斷打電的情況看起來的話 疫苗出來一年半後 我反而更不相信這個疫苗 But that's just me 這個是個自由的國家 這也不是一個醫療建議 只是我自己的觀察而已 那還是最重要的確定的確定 那是極限度的確定 這些問題是在家族的確定 在這個疫苗中心和的確定 在這個疫苗中心設定 而且在這個疫苗中心設定 不過有一點的確定 在這個疫苗中心設定 你看起來 在車子 是最寒下來的 所以細心設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